接下来是由自身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所带来的最新实施观念评论 李祝华观点 一百天的大海和跪求 伊朗人民患不醒顽固的政权 因为22岁的库德族女子马莎艾米尼在公共场合违反宗教仪式与面纱法律规定 而被道德警察逮捕领霸身亡 所以在伊朗掀起了激烈的社会运动 众多妇女在全国激烈的展开了抗议活动 他们烧掉头巾和剪掉头发 象征了像传统挑战 更多伊朗男子加入了抗争的行列 为求变清格 他们呐喊与跪求已经超过一百天 但依然换不醒顽固的政权 总统莱西对民众发出狠话 对敌对分子绝不宽待 必以国法处置为君子君主主义者以及一切反革命潮流者 这就是伊朗当政者当前的立场 也必然是他们未来所要采取的强硬手段 伊朗官方毫不讳言发布消息 有数百人在进来的抗议活动中丧生 数千人在全国各地被捕 450人以上丧生 有9人被判处了死刑 本月稍早已经处决了两名 尽管当局进行了暴力镇压 但伊朗人并没有放弃抵抗 全国范围内的罢工标志着对统治政权的无畏 马沙艾米尼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 和强烈的证明了伊朗人民的任性 勇气和决心 他的死成为了一种催化剂 让所有教派背景和宗教的伊朗人团结起来 包括带头金和不带头金的女性 这一事件凸显出无论是国内抗议者还是国外支持者都必须坚定的呼吁 公民享有充分的人权和自由 任何地于这一标准的做法都将是投降 只会进一步助长该政权的气焰 国际特赦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 国际社会和全球媒体绝不能允许伊朗当局蒙骗他们 长期以来伊朗妇女实际上一直是该政权压迫的象征 因为她讽刺的利用其误导的宗教信仰的外衣来限制自由 但伊朗年轻人正在奋起反抗暴政 独裁和过去44年里遭受的所有暴行 然而现在伊朗政府的态度很明确 那就是坚决反对学生推翻传统的束缚 勒令学生们必须循规蹈矩继续服从传统的礼俗和行仪 否则就会被惩罚和处置 这是一个正确的处理方式吗 不当然不是 伊朗当局显然并不明白年轻学子的心声 在网际网络四通八达的今日世界 原本闭塞保守的年轻学子看到 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形形色色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而他们却被束缚在传统的衣着服饰之中 他们又岂能容忍呢 事实上伊朗在2017年哈桑鲁哈尼总统执政期间 在道德警察领导下 政府表示不再因违反着装规范而进行逮捕 但在伊布拉辛拉西上任总统后 却改悬一章 又回复了传统的规定 并且把这些规则变得更加严格 所以这些抗议活动就是明确的表示 反对已经存在太久的两极分化的复权制 现在伊朗的男女老幼 虚拟派和什叶派 库尔德人和波斯人 通通都已经愤怒的走上街头抗暴 如果执政当局继续压制下去 情况将变得更险峻 欧美各国已相继对伊朗当局采取了制裁手段 若不立马摆脱不合时宜的神权政治枷锁 实施新政新规这个国家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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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